南айн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女主唱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和北松参天 阿美松参天 佛江满光华 近日非凡 此回根 唐朝旅皇 不擇天 美觀 流共不擔 手心 三千重來 山雨寂寞 塵浮身 萬丈雄心 難為你 距離天下 微風靈泥 喬此心事 永世之戀 溫氣溫氣 淚世世流去 看出成人 知情無時期 縱橫天下 愛失眠 神功魅力 仁貼天 兩面平將在人間 雨中浩劫 無擇天 祝福 仲慶 平身 皇上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武才人 你怎麼可以穿上魏王爺的龍袍跟皇冠呢 大膽 桂花 你看到朕怎麼也不下跪 武才人 趕快把它給脫掉吧 你放心好了 魏王爺剛出去 宮廷之內 王爺的耳目眾多 萬一被瞧見 你的病重沒有 有這麼嚴重啊 你趁我的絕對錯不了 快快快下來 什麼人呢 沒有啊 人在哪兒啊 我明明看到有人呢 難道是我眼花了不成 你看到人 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 你笑什麼 人都變成太監了 你還想女人呢 你 你 你這是什麼話啊你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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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走了 走 快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找我的小白貓 哎呀 別管什麼小白貓大白貓了 趕快走啊 不行啊 我的小白貓是皇上去綠洲的時候幫我找回來的 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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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 雪兒 雪兒 喵喵 快 喵喵來 走啊 午餐人 快點啊 啊 哎 妹娘啊發生什麼事了 我剛剛 我剛剛闖進魏王府 桂花他大驚小怪的 啊 你進去做什麼呢 我去找雪兒啊 雪兒 武才人啊 差點就被這隻小白貓給害死了 為什麼 雪兒好怪啊 魏王爺他很有野心 一直想奪取殿下之位 他暗地裡預置好龍袍跟皇冠 準備將來登基之用 武才人剛才闖進去 竟然把他給穿戴起來 啊 妹娘啊 你怎麼這麼大膽呢 哎呀 我覺得沒什麼嘛 我又不想拿走他 武才人 你剛進宮不久 不知道他的嚴重性 啊 魏王爺 撕著龍袍跟皇冠 這是天大的忌諱 這要是給皇上知道了 恐怕連命都保不住了 啊 我明白了 桂花你的意思是說 魏王爺看到我發現他 撕著皇冠跟龍袍的事 他就會殺我滅口對不對 你總算明白了 在宮廷之內啊 有很多忌諱的事 長山王爺跟魏王爺的手下 個個都希望自己的主子 能夠繼承皇位 以後啊 你可得自己小心點哦 啊 這裡怎麼這麼亂 是啊 分明是被人搜查過了 王爺不在 我們快去找他 秉諾啊 大事不好了 齊然 發生什麼事了 店裡這麼凌亂 好像被人搜過了 什麼 被人搜過 王爺你看 王爺 會是什麼人 這麼大的 王爺 屬下擔心 您的王冠跟龍袍 已經被人發現了 奇怪 搜查了人 怎麼又把龍袍 跟皇冠拿走了 快 过来 把龙袍皇冠藏起来 是 海山 在 依你看 谁会来我为王府搜馋 这 王爷 桂花 这 outta 啊 啊 王爷 饶命 你是桂花 你并非本府的侍女 而跑了我们魏王府做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跑了我魏王府来当奸细 王爷 奴背不是奸细 你还不从事招来 是谁派你来的 否则 王爷饶命 只要你从事招来 我就可以饶你不死 王爷 奴背是追一只小白猫才闯进来的 什么小白猫 就是一只白色的猫 我看它从店外跑进来 那只小白猫是我才人的 奴背是想把它抓回去交给我才人 真的是为了一只小白猫吗 奴背说的是真话 我 好狡猾的桂花 一只小白猫 也值得你貌被误认为奸细之为 王爷 奴背说的是真话 奴背曾经听武才人说过 那只小白猫是皇上去丽州的时候预赐给武才人的 所以奴背才兜胆进王爷的魏王府 哦 是真的吗 奴背就是有天道的胆子 也不敢欺骗王爷 好 我再问你 刚才 你在椅子上看见了什么 奴背 奴背该死 奴背该死 奴背绝对守孔如瓶 不敢胡言乱语 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我可以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 你可愿意 王爷开恩 奴背愿意 奴背愿意 奴背 你在干什么吗 吓我一跳 我那抓蟋蟋啊 你谁啊 我是武才人 我想起来 你是武才人 名叫五妹娘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是什么人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靳王爷的贴身太监 我的名字叫小顺子 你的名字也是靳王爷打听出来的 靳王爷 靳王爷就是靳王理智吗 你刚说 靳王爷打听我 你忘了 你进宫的那天 你还帮靳王爷抓过蟋蟀呢 我想起来了 靳王爷 那天一见到你就好喜欢你 靳王爷 他说你很可爱 所以就打听出你的名字来了 小顺子 靳王爷在叫我 走 我们去去见靳王爷 好 小顺子 来了 小顺子 去把风筝拿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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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捆 好 那�� 好 好 下我 是 好 風雨的春水 蕩陽喜悅的波浪 輕盈的風淚 吹奏我無限的柔情 風雨香的鳥味 可為我 尋你柔情歸屬 雪兒 替你掛上鈴鐺 以後你跑到哪兒 我都找得到你 喵喵喵 換上了黃色的絲帶 是像皇宮的玉貓 雪兒來 皇上怎麼還不回來呢 站住 你是甚麼人 好大的膽子 小同胞不軌 我是武才人 抓起來 追人 皇上救我 大叔 大叔 瞞著 讓他上來 放開他 寶家 禪輪 才讓武妹娘叩見皇上 激 melhores 謝皇上 江嶺,正問你 你已经知道朕是皇上了 为何还要称呼朕是大叔呢 我 我是故意这样叫的 你是故意的 我叫大叔 皇上才会很快知道是我 要不然我就会被他们抓起 关起来了嘛 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伺候皇上更衣的 我想知道皇上什么时候回寝宫休息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好困哦 好好好 你先回去休息吧 不用等朕了 真的 谢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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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叩见皇上 是你 正是微臣 你来得正好 你过来陪朕看看 遵旨 是 看见了没有 没看见 没看见 虽是夜晚 但朕已在皇后的昭灵 点上了十二盏明灯 你怎么会看不见 原来皇上要微臣 看皇后的临情 放肆 长孙无忌 朕若不是看你是皇后的兄长 朕就要治你的罪 秦皇是息怒 微臣误会皇上的意思 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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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什么 我臣不敢说 朕要你说 你就说 是 微臣以为皇上 要微臣看的是高祖的临情 不 convict 朕知道你不是误会 而是故意的 皇上瘾後 自从朕建造此一层观高台 朕的用意,朝中重臣,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何況皇后又是你的妹妹 皇上英明 朕明白你的心意 你是要朕不要再為皇后而哀傷消沉 要記取先帝高祖,創立大唐基業之不義務 實施以高祖之名為念,振興朝綱,發揚國衛 對不對? 皇上英明,天佑勿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請諾 怎麼說? 皇上是真的想重新振作? 皇叔,上次楊武的案子為了母后去世,父皇心情欠佳 一直沒有徹查,我真擔心,父皇會重新展開調查,萬一… 你放心,楊武已死,似乎對政 怎麼查也查不出來的 不,望遠,我們不能小看皇上的精密 李大人,你請說 好,就以比武那天的情形,皇上能明察秋毫 看出楊武有害魏王之意 憑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大意 李大人,依你看,我該怎麼辦? 這件事,當時我們是弄巧成竹 不無責任 現在,最好的辦法 就是以不變應萬變 以進制鬥 不能露出任何把柄 然後,再由微臣配合漢王爺 從外圍謀定而後動 祝你一倍之力 這麼說,我以後要少來這裡了 不錯,不過,微臣可以做兩位的橋樑 替兩位王爺傳遞消息 黃叔,那我得趕快回去了 微臣送殿下 李大人 你剛才是有意要把李承賢下走吧 不錯,微臣認為他在這個時候 與王爺你過從太密的話 事情恐怕就會壞在他的手裡 造成對王爺的致命傷害 不錯,皇上要查這件案子 是必然的 萬一被看出端倪 必然萬劫不復 王爺 微臣甚至認為 李大人請說 解除府中內外 森嚴的氣氛 減少護衛 通知維吾武館的人 暫時不要來漢王府出入 好,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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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大人現在在哪裡 在後街的巷口 走 快走 快走 張爹 您找我們什麼事 張爹 你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就把話先說明白 讓你們死得瞑目 王爺怪你們辦事不利 怎麼說 王爺交代你們除掉那個姓武的娘們 你們去措殺無辜 派王爺差點惹下殺身之禍 所以 王爺就派 王爺就派你來殺我們 你們既然已經明白了 那就可以上路了吧 王爺 不容 começ了 我 based 皇爺 你 你 你 皇上 您是不是為了太子常山王 跟魏王爺的事心煩呢 你怎麼知道 今天不是有大臣來禀報皇上 有關於上一次禁忌比武之時 有刺客要謀刺魏王爺的事嗎 無才人 你對身邊的事都很留心 我關心皇上嘛 奴婢參見殿下千歲 魏王千歲 起來吧 謝殿下千歲 請禁皇上 殿下千歲 魏王千歲 在御書房外 等候禁見皇上 叫他們進來 是 皇上有旨 宣長山王 魏王爺禁見 而臣叩見父皇 起來 謝父皇 今天朕叫你們來 是有兩件事 一是關於上次禁忌比武之時 有刺客冒充武士 謀刺太兒的事 雖然 刺客已被父皇刺殺 死無對證 無從查起 但父皇要你們二人 今後要和睦相處 方不亦被別有用心者所成 第二 由於上次禁忌比武失敗 父皇 父皇想以口試的方式 考你們一些治國之道 前兒 兒臣在 如你已登記主持大統 你將如何治理朝政 兒臣 兒臣 兒臣認為兒臣既已登基 既為天子 因想天子的尊榮 將治理國師的辛勞 教由各部大臣治理即可 你還要不得了 那麼朝廷要你這個皇帝幹什麼 你就只會享受天子尊榮 兒臣 父皇 若不如此 朝中養一批大臣 豈不是無所事事 你呢 太兒 兒臣認為必須秉承太上先皇 即父皇理政之道 文治武功必須兼備 善用人才 越使恩威遍及全國 不應徵用天下才 太宗皇帝與兩子的一番談話 無疑的是給媚娘上了最佳的一課 媚娘雖然年紀輕輕 卻已能領悟其中的道理 你們下去吧 是 武才人 但是 武才人 是 武才人 的 武才人 武才人 都很高、很大 有兩個人那麼大 那現在呢? 皇上,我覺得您很慈祥 還覺得您很威嚴 皇上請別誤會 威嚴並不是可怕 是可服人 所以我現在的感覺 就跟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一樣 是一位慈祥的大叔 皇上,對不起 我這次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打個比方而已 請皇上原諒 朕在問你 宮中的並非才人的宮女 哪一個不是想盡辦法接近朕 想獲得朕的寵信 而你 你好像一點都沒這麼想 有啊 皇上 我天天接近您 不是 就在接受皇上的寵信嗎 護才人 你知道什麼叫寵信嗎 皇上 我再啥也知道啊 我每天跟皇上談天 伺候皇上更衣 為皇上整理寢宮 還有 替皇上做 皇上要我做的事 皇上 是不是這樣子 武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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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晚了 你下去休息吧 是 奴妃告退了 快 衣服 看 什麼 你孩子 柳妈 有一件事 我觉得好奇怪啊 什么事情 我几乎天天都在伺候皇上 跟皇上聊天 可是 今天晚上 皇上好像有点埋怨我 皇上埋怨你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让皇上不高兴的事 没有啊 那皇上怎么会埋怨你呢 皇上说 宫中其他的宾妃 才人 宫女 哪一个不是想尽办法 接近她 想获得她的宠幸 可是 我好像一点也不这么想 什么 你进宫这么久 难道 你一次都没有受到过 皇上的宠幸吗 怎么可能嘛 柳妈 我天天跟皇上谈天 伺候皇上更衣 为皇上整理寝宫 这不就是接受皇上的宠幸吗 柳妈你笑什么嘛 傻丫头 你知道什么叫宠幸吗 我不是说过吗 我天天跟皇上谈天 伺候皇上更衣 我 不 这是你的职责 不是宠幸 那 那什么才是宠幸呢 傻丫头 来 柳妈告诉你 不 不 不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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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这是天意 对了 我差点忘记袁天康道长所说的话了 柳妈 记得我现在要跟你说的话 你不认识 美娘入宫以后 尽量鼓励她接近九王子 她今后的前途 完全必须建立在九王子的身上 八年后她会登基 真的 那美娘呢 十二年后丰厚 但陷于天机 所以你绝不可以告诉她 频道这里包有八卦一张 交给美娘 告诉她 要她必须永不离身才能永保平安 频道告辞 柳妈 袁大长跟你说些什么 没说什么 她叫我好好照顾你 这有一张八卦 叫你永远带在身上 以报平安 柳妈 柳妈 哦 你在想什么嘛 哦 我 我才人 我才人啊 是小顺子来嘞 小顺子是什么人呢 是靳王爷的贴身太监啊 哦 你见过靳王爷啊 我常跟他在一起玩的 果然不错 这真是天意 柳妈 你在说什么 哦 没什么 原来是靳王爷的人 快 快请 公公 您找武才人哪 不要叫我公公嘛 叫我小顺子就行了 武才人 靳王爷找我 不是的 不是的 是一个你想不到的人 是不是皇上 哎呀 不是大内里的人 哎 是一个外面的人 要我转一封信给你 啊 嗯 嗯 是他 是他呀 是谁呀 是男婴 啊 是男婴 赶快看他写些什么 哎小顺子啊 这封信你是在什么地方拿来的 啊 哎 哎 是那个膳食房的公公啊 他每个一天啊 都要到长安城去购买东西 佳哥呢 正好人手缺乏嘛 我就跟着去逛逛 到一家酒楼啊 去喝一杯 哎 这酒楼里的人呢 都知道我是大内里的公公啊 嗯 那写这封信的人 就上来请我 把这封信传给武才人呢 哦 原来是这样 对了 只顾说话 公公 您请坐 哎 不用不用不用 我回靳王府了 啊 我走了 二小姐 男婴上怎么说啊 男婴说啊 他要在长安定居下来了 走啊 放开我 走 放开我 你们这是干什么 好小子 你敢管我回我武馆的闲事 原来你们是回我武馆 好极了 这档闲事我管定 快走 小子 你给我记住 民凶 路见不平拔包相助 果然是英雄本色 你 你 小顺子 我问你 你昨天晚上送信给武才人的时候 真的有没有告诉他 我今天在这等他 有啊 有啊 可是 可是 我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又好像没有 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呢 这个 又好像有 王爷 奴婢也记不得有没有了 不管有没有 你现在去把武才人给我找来 是 是是是小顺子这就去啊 来了来了 敬王爷 武才人来了 敬王爷 武才人 你终于来了 敬王爷你在等我 是啊 昨晚我派小顺子去约你 今天在这见面呢 有啊 有啊 小顺子告诉我了 我还以为小顺子骗我的呢 走 我们都行上去 敬王爷 等一下 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小顺子 什么事情啊 我立刻叫他去办 昨天晚上我接了一封信 是故乡的亲人写给我的 我想回一封信 请小顺子带我送去 没问题 小顺子 王爷 奴婢在 武才人的话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不过奴婢认为啊 用信这样传来传去的 总不如让武才人亲自出场一趟 跟那个相亲亲自见面谈一谈不是更好吗 对啊 我来安排 我也去 好久没有这样痛快的喝酒 阿湘玉谷之 阿湘玉谷之 也确是人生一大乐事 说得好 我们两个再喝一杯 喝吧 这边 明兄 的确没想到会在长安遇见你 你怎么到这来 快快 这 你是 来复考还是 来复考还是 南盈 为什么你又会在长安呢 我 我 明兄 你应该先回答我的问题 让我来解答我们共同的问题 你 你 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人而来 你为他留在长安 我为他跋涉千里而来 不是吗 明兄 没想到 没想到也是爽朗的人 不错 我是为他而留下来 现在 我正在设法 进入大内去保护他 保护他 美娘有什么危险 可能 因为 我发现了一件很可疑的事 什么事情 明兄 我们还是边喝边聊 来 您这儿我去 快快 张爷 就是这小子没错 别轻举妄动 先查您底细再说 是 慢着 跟踪他 不要打草坚持 是 真有此事 我只是不明白 美娘在反攻途中 怎么会跟这位 尚不明身份的王爷有恩怨 因而错杀了邱月 或许 这位王爷 他目前正在进行一项什么阴谋 我是担心的 这会围急 媚娘姓名 这么说 我也该设法进入大内 你 男影 你别忘了媚娘说过的一句话 她说有朝一日 我 就是她的丞相 你 就是她的护国大将军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来 明大哥 我敬一杯 大人 你醉了 程将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问题是 我们用什么办法进攻 我看 你得建立于唯我武拐 上面什么人 儿臣叩见父皇 起来 谢父皇 你登上岑冠干什么 禀报父皇 儿臣知道以前 父皇每天晚上都会清临层冠 眺望母后的灵犀 平掉母后 儿臣也非常想念母后 可是 儿臣不敢上来 那你今晚 为什么跑上去 因为 儿臣知道 父皇已经久未上层冠了 儿臣实在忍不住想念母后的心情 所以才冒犯父皇 请父皇原谅 起来 这也是你一片小心 父皇不会怪罪于你 走 跟父皇一起上去 谢父皇 母后 儿臣今晚 不惜冒犯父皇 上岑冠来 跳往母后的灵气 表示儿臣的追思之意 醒蒙父皇原谅 儿臣对父皇也充满感激 母后 来 起来 好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 父皇答应你 以后你随时可以上岑冠来 儿臣谢父皇恩典 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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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成全太子派人暗杀你 是的 父皇 这恐怕是一场误会 父皇已经立他为太子了 他名分已定 怎么会做这种傻事 父皇 儿臣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儿臣有人证 何人可以替你作证 宫女桂花 桂花 是的 虽然当时在黑暗中 看不出杀手的真面目 但是宫女桂花知道 也是她来通知我的 武才人 你去把桂花找来见证 是 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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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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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 松参天... 風將... 滿光華... 既日非凡... 是回根... 唐朝女皇... 武則天... 美觀... 流共風呆... 首席... 三千尊愛... 山月寂寞... 塵浮身... 萬丈雄心... 難為你... 距離天下... 微風淋漓... 喬醉心事... 有時之戀... 萬情何盡... 淚世世流去... 看出成別... 知情無時情... 總恨天下... 愛世人緣... 神不美麗... 仁平田... 兩年平江... 在人間... 雨中浩劫... 武則天... 有時情無時情... 無時情無時... 無時情無時情...